画面中记录了高雄南马夏 加拿卡拉乌族人从巴巴风灾后 因为交通不便 造成了许多人就以上的困难 而相继过逝 这是阿美族的导演 马耀比后所拍摄的纪录片 《山里的围光》 记录了加拿卡拉乌在风灾后的生活 台湾原住民族图书资讯中心 举办了主题迎战 以巴巴风灾下的原住民族女性为主题 就是要让民众看见女性在风灾后 如何重建自己的部落 在家庭里面 部落内部每天发生的事情里面 女性的角色 女性的心酸 女性的不满 透过影像可以让女性自己被看见 也让男性理解 了解女性的心声 山里的围观中 导演玛瑶比后 以女性为主角 显示部落女性在发发风灾后 是重建工作的重要者 这样的拍摄角度 也获得了在场民众的共鸣 针对于原住民女性 因为原住民女性从日据时代 一直以来的 本身她的一个地位 其实她是真的是被不重视 那我觉得是需要提升起来 阿美族的导演玛瑶比后 不只将甘纳甘纳部妇女 在风灾后的生活记录下来 也从中看见甘纳甘纳部居民 最需要的就是心灵上的重建 而居民也藉由自己的力量 一步一步迎向未来 我们感觉这个东西除了可以吃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来做尽点的祝福 然后那个其实就是祝福的种子 记者从今晚 台北市采访报道